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上集我们说了香港的买版 而今天我们就会说一下 南北行和金山庄 在19世纪50年代末 不同的商行开始出现 其中南北行和金山庄就相计冒起了 金山庄和南北行主要经营的就是转厚贸易 到现在南北行依然存在 更加出现了南北行同业的工会 名为南北行公所 那我们今集就会来看看 什么是南北行 什么是金山庄 还有又为什么在历史上来说 是对香港那么重要 什么是南北行 什么是金山庄 其实两者都是做贸易生意 那南北行主要就是负责东南亚 而金山庄就是负责北美洲的交易 在这些行政里面 以南北行的历史最为悠久 影响最深远 南北行的业务做在香港开货之前 已经相当活跃了 主要都是由广东潮山地区的商人经营 当时有很多潮山人 去到东南亚一带做生意 拥有事业基础之后 就在当地成家立室 或者将家乡的亲朋好友 摘到南洋 经过了百多年的发展 东南亚各地特别是潜落 就是今天的泰国 潮池华侨越来越多 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海外华人社会了 19世纪50年代 由于内地发生太平天国运动 部分地区非常动荡 不少富商锐意离国 他们发现香港港海优良地处华南的要冲 汉运业非常发达 于是就以香港为基地 经营南北行生意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在1850年 潮商高原城在香港岛民衡西街 经营原发行商号 第二年广东 姚平籍潮商陈焕荣 在原发行附近 开设了 潜泰龙商号 在这两间商号开设之前 中环海旁以西一带 都是华人的新殖民区 基本上都是一些 很简陋的棚屋 好像这两间商号 这么大规模的商行 极为罕见 而经营进出口 潜落大米 和这么大生意的 更加绝无紧有 所以原发行和建泰龙 可以说得上是 开创了华商的仙河 创造华人最早的 贸易商号南北行 香港南北行商号 发展非常之快 去到19世纪70年代 已经增加到30多间 而去到1868年 由高满华 陈宛荣 赵宇田 陈殿臣 胡鼎三 蔡杰氏等南北行商人 发起成立了南北行公所 这是香港最早期 华商最重要的同业组织 而因为南北行商号的成立 就标注了香港成为 转口贸易 开始大幅度发展的黄金时期 而南北行聚集的街道 闻含西街 亦都被人叫做南北行街 究竟什么是南北行 就是这班行商经营 以及连接香港北线 和南线的贸易 将北线就是天津 上海 福州 厦门 山头等地的土产品 包括斗类 食油 雜粮 药材 和国内的土产品 经香港转到南洋 再将南洋 即是例如 潜洛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 越南 印尼 菲律宾 等等地方的大米 薯胶 石矿 野油 海产品 等等的货物 经香港销售回到中国沿海各地 上面说了 有关香港沿发行 是香港南北行的先河 我们现在看看他的发展 袁发行由高原性开始 几年后 因为年纪开始大 和小孩不生性 就将他转让给高门华 并且由高门华 将袁发行发扬光大 高门华是呈海愿日 出生不是很大富大贵的家 在鸦片战争之前 已经去了潜洛谋生 做过孤雷 厨师慢慢积累了财富 于是就购买了帆船 来返回货物 回到潮州 那些人已经叫他做满华船主了 而他又在泰国开设了原发性商号 高门华接手后 就以香港做基地 用来经营潜洛大米的进出口生意 他在潜洛的五间战谷厂 所生产的白威全部都运回到香港 1868年南北行公所成立的时候 高门华就是发起人之一 1869年东华医院酬警的时候 高门华被南北行同业 推举出任抢卷总理 于是高门华已经成为 南北行同业的领袖之一 1882年高门华世世 完发行后就由他第二个儿子 高顺琴继承 高顺琴在1892年 曾出任过东华医院主席 高顺琴接掌了原发行后 将户业发扬光大 先后在上海、牛庄、天津、安南、新加坡 等等的地方开设联号 致形大米进出口业务 经办安南、缅甸、新加坡的土特产 转口到内地 在原发行全盛的时期 每年紧紧代客买卖的货值 总高达一千几百万元 收佣达三十万元 原发行的声誉可以由高门华的大耳仔高正博 曾经说过 原发行的生意非常之轻旺 反思托原发行买卖的货品无不顺利 而且获利三倍 于是来委托买货扮货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原发行奇满如是 一年二十五、六年都是赚大钱 这句话反映了当年原发行乃至整个南北行业 全盛时期的兴望景象 南北行在十九世纪末 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 进入了全盛时期 据估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聚集在港岛、闻咸西街、闻咸东街、 特赴道西、皇后街、永乐街一带的 南北行商号多达一百多间 有九成以上的 都是由广东、潮籍、华商经营 在全盛时期 只要走过这些街道 都会在里面听到 全部都是潮州话和木剧声 闻不到的气味 都是外人闻不惯的潮州食物香味 尤其是鱼腥味 而这些南北行商号 里面规模宏大的商号 每年营业额有二千万以上 说完南北行 同时期的双营模式 当然要提到金山庄了 金山庄的崛起 源自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 美国、西岸、澳洲、色尼 想计发现金矿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首先发现金矿 1852年就有大批华工 经过香港去旧金山 开彩金矿 1852年里 大约有三万多个华工 去到旧金山工作 同期都有一大批华工 前往秘鲁、湖巴 以及南洋各地做猪仔 1851年澳洲、色尼都发现金矿 于是色尼就被人称了新金山 导致大批华人由香港涌入澳洲 由于一大批华工由香港涌入澳洲 导致大量华人移民北美澳洲和南洋 刺激到在这些地区的华人社会 对中国货品的需求 一大批专门供应海外华侨的商号 就营运而生了 专营货品供应北美华侨的叫做金山庄 而专营货品供应南洋华侨的 就会叫做南洋庄 或者叫做赤庄 其实另外也有一些是秘脑庄 庄稜庄 安纳庄 陷窄庄 渣华庄 地帶申 Wikipedia 当然就 JEN blows 木quez 但不及金山庄 如此有代表性 由于设立海外不同地区的华人的需要 金山庄和南洋庄等等 在短时间内迅速冒起 由19世紀70年代代的30多间 增加到19世紀末100多间 然后就20年代的280多间 再加上南洋庄和秘劳庄等 数目高达650多间 以南北行金山庄代表的华智航商 大约掌握了当时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成为了推动香港转行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金山庄内不得不提及的一间著名公司 就是和兴号 和兴号是由广府、华商、李星开设 李星组织新汇 1854年因为家乡新汇七宝被太平均攻占 于是就和哥哥、李良逃到香港了 有关太平均的历史 背景我们之前有片讲过 想看就自己看回了 李星兄弟初期来到香港 是从事人前兑换的生意 1857年 在港岛西环 扣入了一幅土地、地皮 在那个地方就开设了和兴号金山庄 同时兼营菇丽生意、鸦片返卖、钱庄、堵业、地产等等 李星最为人救病的 就是曾经资助英军组织 华人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当时他向英军捐了10万元 受到港府上息 令到他在香港这块殖民地的经营 创造了游利条件 李星和和兴号的成功 可以由他在1869年出任 东华医院的窗建总理 以及在1866年 和兴号在香港首20户 纳税在户里排行第11名 1881年更加弱性了做榜首 关于李星的事迹 我们迟下再做另一条片 特别讲一讲 香港开浮以来 随着香港贸易转口港的形成 南北行和金山庄的航商代表 又确立到崛起到度兴盛 但也随着香港环境的转变 而逐步衰落 20世纪30年代以来 南北行、金山庄的发展 开始出现不惊喜 移战后曾经一度恢复过 但因为50年代受到联合国对 文贸易的制裁打击 自此日决不振 以其实南北行和金山庄的衰落 与业界内部的局限性 可以从原发行的破产看到 事实上自1909年 高尚琴去世后 原发行的经营就开始衰落了 由于掌托人的能力有限 商行经营都缺乏了现代企业的经营制度 家族中人事意挥拓商行供款 导致负债累累 原发行被逼出售新加坡的住交园 原发盏、潜落的原发城 原发行的不景气 更加导致了各联号之间的意见不合 1933年 原发行因为一张8万元的汇票被推回 导致4家联号和银庄连锁性倒闭 最终主持原发行的高成年 葵款、甲大司徒 经营超过80年的老牌商号正式瓦解 原发行的倒闭 直接令南北行同业非常唏嘘 也间接表现出香港南北行行业 开始步入衰落 今集终于说完了南北行和金山庄的情况 下集我们会开始说说 华人买版如何依附营商 近代买版的崛起、缘起 也会说说香港的住门买版 有些名字大家一定听过 想听更多有关香港历史的朋友 记得继续留意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